在海外如果装修一套别处 怎么才能达到最省钱的一个状态呢 首先还是得自己做 如果你是土豪 那就可以随意了 找装修工人就可以做了 毕竟普通人居多 还是以最省钱的方式 那就是自己做 如果有的地方不会 你可以去上网去学 虽然是要达不到专业的标准 对吧 但是已经简单的翻新 还是有可能 这种批灰或者是油漆翻新 都是比较简单的 你像那种需要改什么 这个厨房啊浴室啊 对吧 多少就带一点难度了 其实这东西也是可以上网上去学的 因为毕竟有网上有很多详细的教程 对吧 基本上国外的房子都是那种石膏板 然后拼接而成的 相对简单一些 拆掉了之后换新的 浴室翻新的可能稍微复杂一些 需要贴瓷弯啊 可能毕竟不是特别专业 这个学可能稍微 没那么简单一些吧 毕竟你可能贴的不太好 所以说这种找专业的 或者是水电工 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还是有必要的 简单的翻新 是相当没问题的 那种简简单的翻新装修啊 至少要省个几千刀 或者上万刀 没花出去就是赚到了 所以说呢 记多不压身 用到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必要了 省钱才是硬道理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发了个费 我们下期见